好的,阿姨你好,我是Jimmy,很高興邀到我們這個禮拜分享這個訪談的時間 那首先這星期想請阿姨跟我們講一下這個東正教的歷史發展 那我這邊先介紹一下東正教會的歷史 從這個耶穌時代傳承下來的教會,目前只有兩支 除了這個魯馬梵蒂岡的天主教會,還有就是正教會系統又稱東正教 那在這個羅馬時代,軍事坦丁大帝,西元330年遷都軍事坦丁堡之後 基督教就有這個東方跟西方教會的分子這樣子 那在11世紀的時候,1054年,東西方教會正式分裂 那一直直到20世紀的1965年,這個東西方教會才互相解除對對方的絕法 那15世紀拜占庭帝國被這個俄圖曼帝國征服 那東正教會就保留了下來 所以他現在還是在這個,當時叫軍事坦丁堡,現在叫伊斯坦堡 就是有一個東正教會的存在 那後來因為這個俄圖曼帝國是算是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嘛 那所以東正教會的真正發展地方就移到現在的俄羅斯境內 那當時的莫斯科就成了新的東正教會的中心 那想請阿姨跟我們講解一下這個從11世紀之後 東西教會分裂之後東正教會的發展 那我們知道目前東正教會還是由近東到這個全俄羅斯領土的基督徒的主要信仰 另外這個近東基督教徒也是我們這個常用的這個費拉一詞的這個語言的由來 那想請阿姨介紹一下,現在東正教會它還有繼續在發展,有發揮它的重要性嗎? 那在像例如俄國的內罕巴爾幹半島的地區,它和這個伊斯坦教的競爭是怎麼樣的情況?謝謝 漢語圈用東正教會一般來說就是指的是俄羅斯的東正教會 特別是彼得大帝以後,尼康改革以後的官方教會 但是翻譯的時候就是在文學和新聞和各方面翻譯的時候 又往往會把東方各教會,自稱正統教會的東方各教會,統統都算成東正教會 其實這兩者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埃塞俄比亞教會或者是亞洲教會,如果只看字面的話 你也很容易把它翻譯成為正統教會或者是就翻譯成東正教會了 但是這跟俄羅斯的東正教會又不是一回事 嚴格來說的話,任何人都會自稱為正統的,不稱為正統才是不正常的 所以單憑民生上有沒有正統這樣的辭令是沒有什麼區別能力的 其實嚴格說,今天被漢語圈翻譯成為東正教的各個組織 因為我總是習慣於用組織而不是用教義來區別它們 其實這可以分為兩個系統 一個系統就是,在蔡里曼時代以前,確實是拜占廷帝國官方教會的那個系列 和由這個系列延伸出來的子教會,包括俄羅斯教會在內的子教會 這個教會可以自稱為正統的原因是因為西方教會、天主教會和後來的天主教會 延伸出來的改革派各教會,是查理曼大帝支持下的創新產物 在這些教會在查理曼大帝的支持之下,有膽子擺脫拜占廷皇帝,並接受了業餘神學家查理曼大帝對和聖子一詞的翻譯以前 他們跟尼西亞公會一脈相傳下來的拜占廷帝國雖然不斷爆發糾紛,但是大體上還是不斷通過宗教會議 多多少少維持了一個正統性的系列相比,是一個創新者。 但是在這同時,在查理曼大帝以前也有一系列被拜占廷帝國的正統教會稱為異端教會的組織,包括後來在遠東歷史上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 就是汪谷部、克列部這些蒙古人經常信奉,跟約翰長老國傳說可能有一定關係的敘利亞教派。 這些教派是在拜占廷帝國時期,基督教會內部意識形態鬥爭當中失敗的派系形成的。 他們在拜占帝國的範圍之外,往往例如在撒上波斯的範圍統治之下,或者是在埃塞俄比亞或者其他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系統。 這些系統經常也自己稱之為是正統的。 但是在尼西亞公會以後的那段時間,主流基督教徒是有理由認為他們是不贊同的,他們是歷見基督教公會所不贊同的。 他們分裂出去的時間遠在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正式分裂的時間。 當然這些教會成立的時間比起天主教和天主教以後的其他改革中的這些新分裂派要古老得多,他們是羅馬拜占廷帝國時期的分裂派。 在後來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分裂形成歷史主流以後,以及到近代天主教和新教各國占卷歷史主流的地位,無論是拜占廷帝國的東正教還是其他東方國家,早在拜占廷時代就已經不掌握政權的東方教派,在西方各教派的眼中都是東方教派,似乎是區別不大。 但是從系譜上來講的話,他們區別是很大的。 就是,對於中東來說,關系最重大的教法的傳統,他們並不具備有東正教派,就是拜占廷、君士坦丁堡、安草克、亞歷三大等教區最重要的教法學家傳統和修道院傳統。 但他們在技術上,多半是羅馬敘利亞文化的載體,在更遠的東方,在波斯、印度、遠東,扮演了把敘利亞文化和敘利亞技術傳播到歐亞大陸東半部的歷史使命。 然後,在東西方教會分裂以後,東正教會又產生了一些分支,包括它在俄羅斯的分支,然後才是土耳其帝國的征服。 東正教的本體,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本體,變成了土耳其帝國境內,跟亞美尼亞教會。 亞美尼亞教會是另外一個系統的東方教會,一樣,變成了政治上代表希臘東正教徒的一個被統治者的法人團體。 主教和他們自己執行的教法,構成了東正教徒在土耳其帝國內自治的法律基礎。 而他們的主教,在奧斯曼帝國的觀點來看,就不僅是一個宗教人士,而且在政治上代表著東正教臣民對帝國朝廷的效忠。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講,在東方和西方教會分裂以後,東方教會就漸漸地越來越少地介入哲學上意識形態上的爭論。 對他們來說,圍繞著新柏拉圖主義和神學方面的爭論漸漸成為過去史,這是僵化的一部分。 為了避免危險的新的神學爭論也變成政治爭論,他們傾向於把過去的經典凝固下來,保存文字上的完整性。 這一個特點也被後來軍產金堡東正教派生出來的保加利亞教會和基普羅斯和莫斯科教會寄生下來了。 他們非常謹慎地不願跟動經文的順序,不願跟動信徒們劃十字架的方向。 倒也不是說,這些東西細枝末節一旦出了以後就一定會有什麼問題,他們只是為了出於謹慎,能夠不出問題的東西。 像現在技術員要堅守實驗室的工作程序一樣,可以不隨便跟動的地方,就是千萬不要隨便跟動。 這是為了大家好,為了大家謹慎,因為他們模模糊糊地記得,在遙遠的過去,各教會曾經為了這些細枝末節的東西打得一塌糊塗,引起過很多不良的受過。 君士坦丁堡系統的教會和非君士坦丁堡系統的異端教會在風格上有一大很大不同。 君士坦丁堡系統的教會在拜南廷帝國時期已經形成了的修道院的可以說是一種學位養成制度。 以修道院為學術中心和宗教修行中心的導師制度式的體制,和針對平信徒的,以婚姻財產和宗教自治團體和世俗當局之間的關係有很強的和時間很長的法典法的傳統。 奧斯曼帝國之所以會跟他們有上述的自治團體方面的協定,以及在奧斯曼帝國之前征服敘利亞的穆斯林,之所以根據仁丁稅的原則來跟他們達成非常類似滿漢協定的政教協定,也是因為他們早在拜南廷帝國統治之下,就已經很習慣按照這種方式生活了。 這樣的協定主要是為了被征服者利益和征服者降低統治成本,換句話說是征服者主動適應被征服者社會現實的結果。 只我只是在你們原有的體制上加上了一個要錢的要求而已。以前你們可以繼續按照你們習慣的生活方式繼續生活,你們內部的事情別來打擾我們,我們也不去管你們內部的事情。 你這種方式相安無事。當然它的前提就是,主教作為民事領袖的地位已經是非常成熟了。 而比較異端的教派,例如黎巴嫩山區的具有異端色彩的馬龍派或者是亞蘇的主教,在這方面它的地位就沒有那麼成熟。 在十一世紀,封建的黎巴嫩山的諸侯們在主教面前扮演著相當突出的角色,而敘利亞的基督徒在自己的主教之外卻沒有其他的性質,類似於諸侯和封建領主的角色。 這就是費拉狀態的來源。例如,從非常典型的大馬士革的市民,從異教徒皇帝,朱利安大帝的時代,到尼西亞會議的時代,一直到穆斯林征服的時代,他們有事情總是通過主教去辦理的。 他們沒有其他的諸侯,而主教不願意或者不能夠,不習慣。我們注意,敘利亞主教不習慣辦的事情,其實在當時也是羅馬主教不習慣辦的事情。 他們照例是要辦理民事、救濟服務和財產糾紛之類的事情,但對於政治上的事物,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捲入的,即使捲入也是被動的。 而且總是假定希望皇帝會回來,如果現在的皇帝回不來,至少可以產生一個新的皇帝。 羅馬被蠻族佔領以後,格雷高利主教和羅馬的各位主教也都是這麼做的,他們最終擁護查理曼的大帝也是出了這個原因。 東方皇帝是不會再回來的,我們擁立一個西方皇帝吧。因為沒有皇帝的保護,教會是不能繁榮昌盛的。 習慣於十一世紀教皇國革命以後,擁有自身統治能力的天主教會跟世俗君主,包括查理曼的各繼承人、法蘭西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不斷爭權的天主教會,會對僅僅幾百年前、僅僅三百年前的同樣一個天主教會的政治態度感到非常驚訝。 這些天主教會是極其希望皇帝回來和皇帝掌權的。哪怕皇帝會虐待他們,包括把羅馬主教,後來的羅馬教皇流放到方島上,或者是強迫他退位,到拉布勒斯或其他地方關押起來。 這樣的待遇都是心甘情願的,但是一定要有皇帝,沒有皇的天啊就會大亂。皇帝哭泣的時候,人民就要遭難,人民遭難的時候,教會也要遭難。 這樣一個教會是費拉性的教會,它是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而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具有政治功能的教會,是十一世紀以後才在西歐產生的。 十一世紀以前,西歐,包括意大利的教會,跟敘利亞和東方教會的差別不是很大。他們在政治上是費拉的。或者說,他們認為應該按照羅馬帝國正統的標準,有些事情政治上和軍上事務就是要由羅馬皇帝來管財隊。 沒有羅馬皇帝的天下是不可思議的。就像是東方二十四史篇復其民認為,舊的王朝可以倒台。 但是經過一段現在混亂以後,總會有真名天主出來是差不多的事情。這個關鍵是他們願意跟穆斯林皇帝達成協議,把屬於皇帝的傳統權利交給穆斯林。 而且如果穆斯林皇帝願意減一點稅,比如說比拜登庭皇帝收的錢要少一點的話,他們反而會更高興一些。 他們內部的法典就是跟後期的羅馬法是相互滲透得很深的。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羅馬法是經過基督教會改造過的羅馬法,而它的一個重要的儲存庫就是教會法。 最純潔的儲存庫其實還不是西歐的教會法,因為西歐的教會法在十一世紀以後明顯地封建化了。 由於政治真空出現,以及由於蠻族部落酋長,當時的基督教主教其實跟嚴富時代的儒家士大夫是一個意思。 都是說是日耳曼人有什麼好處?部落簡陋之習,純粹是野蠻人的習慣法。包括大葛雷高麗都是這種看法。 儘管他並不是沒有良知的人,恰好相反,大葛雷高麗是當時最有慈善心的人,就是在一片混亂當中拯救了很多人,是道德感和慈善心都特別強烈的人。 但是他在寫給君士凱利寶的莫里斯皇帝的信中,還是毫不猶豫地說,自由人的大元帥就是皇帝,跟蠻族的國王有根本性的區別。 蠻族的國王不過是一幫野蠻人的頭領,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自由。 而共和國的大元帥則是羅馬自由公民的領袖,他的地位是無比的崇高尊嚴。 我們雖然身在遠方,就像是南宋時期留在北方的移民一樣,得不到皇帝的保護,但是我們對皇帝還是無比效忠的。 但是我們要注意,莫里斯是一個軍閥,在給他寫這封信的時候,他老人家剛剛發動了一場政變,在政變中把前任皇帝和他的五個兒子都給殺了,手段極其血腥殘暴。 為什麼格雷高尼對這樣一個,即使按照拜但廷標準也是暴君的皇帝,拍馬屁拍得如此厲害呢? 因為在他心目當中,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正統的統治,永遠只能跟拜但廷帝國的正統聯繫在一起。 他不是出於卑鄙的動力,他討好拜但廷皇帝,自己並不是知道什麼。 他又在意大利,拜但廷皇帝兵威打不到他頭上,支持也打不到他頭上。 他只是在蠻族統治的混亂當中,像大多數意大利人一樣,不斷地回想起羅馬的榮光。 跟這一點,就像是南宋或者南民的移民一樣,他們並不是不知道洪武皇帝或者永樂皇帝的暴政。 但是在滿洲人的統治下,他們還是不斷地懷念當年的大名江山,衣冠正統,因此就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些皇帝的暴政,把理想中的羅馬法的統治和現實中的蠻族的混亂自由和殘暴加以對比, 自動地在心理上忽略到羅馬拜登廷統治的污點,只寄了羅馬法的偉大光榮,以及日耳曼法,當時確實是非常簡陋的日耳曼法。 但是他既然要在意大利辦事,而且還要在更加廣闊的,他不能夠錯過傳教的機會,比如說要在查利曼大帝所征服,以前並非羅馬帝國版圖的地方的傳教, 那麼他派出去的教室,比如說在薩克森駐王國,就要經常幹出封建領主必須幹的事情,比如說把自己修道院修得像是封建城堡一樣揭實,這樣才不會被維京人或者其他什麼封建領主搶劫。 然後在別人來跟打他的時候,他要有能力用這些堡壘滋味,最後就產生了理查德國王嘲笑的那種傲慢和勇武都在普通封建領主之上,名音上確認是主教的教室。 而羅馬主教,相對於東方各主教和新產生的各個主教教區,他主要是主教當中的第一人,並不具有十一世紀教堂國改革以後的那種羅馬教廷對其他西方各個教區擁有的那種高人一等的權力。 當時他只是,我是主教,你是主教,但是我是彼得的繼承人,我又是羅馬帝國的首都,所以我榮譽地位比你高,威望比你高。 這一點是並不能產生出真正有效的統治的,所以羅馬主教對這些事情也是沒有辦法的。 而意大利各封建領主之間的鬥爭,經常把羅馬主教本人都趕出羅馬,讓他不得不跑到查理曼那裡去尋求保護,或者到其他強大的國王那裡去尋求保護。 這也是羅馬主教經常希望拜登廷皇帝回來,或者重建一個新羅馬帝國的原因。 這樣一個帝國重建了以後,羅馬主教的安全就有保障了,不會被這些小諸侯發生的小政變隨隨隨地趕出去。 當然,這樣會有另一個毛麻煩,就是皇帝要整你的時候,你往哪兒都跑不掉。 皇帝很可能自己把你抓起來,送進監獄裡面或者送到劉皇帝去。 但是,只要我們想到東方國家的大臣,真正的忠臣,雖然自己經常遭到皇帝的虐待,但是他們還是毫無例外的熱愛皇帝。 因為沒有皇帝就是天下大亂,十八路燕城改條換代的時代,誰也不願意受到那個苦。 一個正統的士大夫如果被皇帝官僵監獄,他的想法就是,皇帝被奸臣蒙蔽,但是將來我早晚還是要回去的。 他絕不會因為受到皇帝的虐待,就希望張獻忠殺進皇城,然後自己跑出去做一個軍閥,可以享受軍閥的自由。 沒有哪一個文官和士大夫做的軍閥也會感到愉快的,他們會覺得非常痛苦的。 真的到了軍閥混蛋時代,他們能夠想到的事情其實跟意大利的薯教差不多了。 曾命天在哪裡呢?原來的皇帝是不會回來的,我已經看清楚了。 但是在這些軍閥當中,我的任務不是自己當軍閥,我也當得了軍閥,我是一個文人。 我只能夠在這些軍閥當中尋找出,也許這一家的軍閥是一個適當地產生新王朝的苗子。 我去投靠他,比如說投靠一下朱元璋,好好改造一下他,把他軍閥身上的野路子給我改造,讓他好好地按照正統王朝和儒家的規範辦事。 然後我去當他大臣,然後讓他把我關進監獄或者是殺全家,但是王朝得以重新建立,孔孟的正統得以延續。 在正統皇帝的手下被正統皇帝關進監獄,這是一個可以忽略的事情。我們大家都可以假定。 對付這種事情的態度就要像是現代人對付服兵役在戰場上犧牲或者在醫院中死亡一樣。 所有現代人都知道,說不定哪天國家徵兵的時候你可能會死在前線,或者是到了醫院裡面醫生治不好你就會死在醫院裡。 但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間都忽視這些事情的存在。 我們要假定我們的生活比蠻族要高明得多。你看,我們又有電視又有電量,什麼都有,蠻族什麼心急內亞人什麼的也沒有。 心急內亞人怎麼能對我們說我們活得比你們高明呢?因為國家不能陣我們去當兵,我們只會為了自己利益跟鄰居打架。 而且醫生也不會把我們吭死在手術台上,因為我們根本不去住醫院。我們覺得這簡直是傻逼。 醫生害的事情或者國家害的事情,這是極小概率的事件吧。大多數人從來沒有死在戰場上,而且也並沒有死在醫院裡面。 是的,我們絕不是否認,醫生有可能害死我們。但是即使把這一點算上,我們因為有醫保的緣故,還是比心急內亞蠻族要強得多。 所以,大明朝的士大夫和拜占秦帝國的主教也是這麼看法的。 蠻族怎麼能說比我們自由呢?你看他們過著什麼狗屁的日子呀?他們一輩子唯一能夠吃到白麵包的機會就是我們的主教給他們舉行宗教儀式的時候,平時他們連麵包都沒有。 他們說,他們不會讓我們的皇帝把我們抓起從壽林監獄,可他們隨時都會被自己的隔壁家的酋長殺掉,生活是朝不保夕,傻逼才願意做蠻族呢。 我們當然是會自動忽視我們的皇帝可以搞死我們這件事情。這件事情有可能發生。 但是,這只是小概率的現象。大多數人不是還是都沒有被皇帝整死嗎?有皇帝的時候,大多數人都享受了和平和安寧,只有極少數人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會被皇帝整死。 我們當然是忽略這極少數情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很快就會恢復正常狀況的情況。要強調我們在正常狀況下是不是比蠻族強得多呀? 大哥的高尼和敘利亞基督徒的觀念其實都是這樣的。從他們的角度來講,他們瞧不起蠻族生活方式的理由,跟現代人同樣會拉的現代城市居民瞧不起辛迪內亞的蠻族的理由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有理有據的。 然後等到天下忽然大亂,他們過去認為像永動機一樣永遠不會停止的機器,突然停止給他們補給秩序了。 這個感覺是什麼呢?這是一種沙拉熱窩囑的感覺。 是的,我到英國和加拿大去排隊,發現公會醫療制度真他媽的壞呀。好不容易給我做出一個診断,醫生說,六個月以後你再來排隊。 因為大家都在公立醫院門口排隊,我給你排期。六個月以後我如果是癌症,是不是已經死了呢?為什麼事情搞得這麼壞? 然後就有人跑來跟你說,要不然你到索馬里的那個黑醫院去吧?那個黑醫院馬上就可以給你動手術。 海盜們住在醫院裡面,你不要以為海盜醫院一定不行。 它收落了很多在西方不能陡然發大財,以及在西方犯的事兒,狠狠進監獄的民醫。 他們自己除了喜歡犯法以外,還販賣人體器官以外,水平其實是很高的,而且可以馬上給你動手術。 願不願意去一去呢?大多數人當然會像高等的主教一樣,不會去。 他們說,西方的醫術本來就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公立醫藥制度是的,需要改革。很多地方都需要改革。 我們相信經過適當改革以後,布什總統也要求改革,奧巴馬總統也要求改革,現在我們還在不斷地吵。 我們相信我們能夠改變這個小問題,將來總有一些人會改革好。 中間是有一些人被擔憂了,但是小事了,小事了,算總賬我們還是比索馬里人要強很多很多。 我們先繼續排七吧。但是突然不知道怎麼回事,他正在正在考慮問題的時候,醫院就不再是排六個位了,而是排十八個位了,而是永遠排不出來了。 突然有一天醫院也跑了,黑幫和土匪頭子佔領了城市,到處都像沙拉熱我一樣一片廢墟。 這是怎麼回事?我們前兩天還是歐洲人,雖然不如英國人和法國人,但是比起全世界大陸人還是強多的。 偉大的南斯拉和共和國就這麼不存在了。肩上到處都是軍閥在打仗,所有醫院都不開門了,酒精的價格比房金還貴。 事情出了什麼毛病?為什麼原來好像是永動機的秩序產生機器突然停止運轉,他們不再產生秩序了? 除非你自己人拿出槍來保衛自己,你就整個完蛋了。 羅馬人當時的情況就是這個樣子。他們也像是克林頓時代的南斯拉夫人一樣,覺得這只是暫時現象。 總有人出來維持秩序。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奈以維持秩序的整個帝國機器已經預知了未來的幾百年。 這就是預知啊。英國和加拿大的公立醫院靠什麼來維持? A,靠祖先的遺產。靠第一世界大戰以前留下來的醫學方面的抵制在維持。 就像台灣的健保制度也是依靠日治時期長期民間積累起來的獨立診所的遺產來維持。 B,比任何古代國家都要強大得多的現代福利國家預知未來。像要發行國債一樣,預知未來的能力。 現在我們先把資源拿出來用了,給現在這些債用了。將來債務我相信我們的子孫後代會都能夠解決了。 而子孫後代再去管理債務吧,直到你總有一天像羅馬人一樣發現,原來借債這件事情也是有上限的。總有一天你的債務會玩到玩不賺的地步呢。 你曾經以為,曾經有好多個世代,五代人、十代人、幾十代人以為債務可以無限期地延伸下去,我們只生活在僅多多界點債就能維持。 然而在這一天卻整個破產了。他們沒有料到這一點,是被迫適應了。 他對於他們來說,羅馬留下來的法典仍然是無比珍貴的。雖然有一部分已經無法實施了,但是他典章制度的完善程度絕不是日安曼蠻族法或者是伊斯蘭教法所能比例的。 東正教會擁有這個法典庫,在涉及政治上的那一部分,例如他就管不住莫里斯皇帝和他的繼承人面臨的一系列政變。 但是他毫無疑問是能夠管住匹夫匹夫,普通人怎樣結婚,怎樣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怎樣繼承財產的。 在他能夠管住的那些部分,例如在民法典這方面,羅馬法的完善是全世界第一,不是剛剛征服他們的穆斯林正在發展起來的伊斯蘭教法所能比例的。 更不是殺人賠淑金的丹麥人和日耳曼人的習慣號所能比例的。 全世界獨此一話,當然是一個非常珍貴的遺產。 他們願意把這些遺產一代一代地守護下去,把它當成自己是獨一無而引以為自豪的東西。 在西方世界,這個傳統是要受到嚴重影響的。 因為在封建領主當中的修道院長是不可能完整地維持舊的羅馬法的傳統的。 有很多財產繼承的規則是要在封建領主的博弈當中加以修改的。 比如說,女性繼承人能不能繼承,主教的兒子能不能繼承。 首先,主教為什麼要有兒子呢?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 雖然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並不像後來的天主教會形成了正式規範以後,就是主教不能有法定的兒子。 當時的情況就是在羅馬帝國後期的情況來講的話,最好是主教應該是特別慎潔的人,如果他獨身全心全意為教會服務是最好的。 但是,不是特別神聖的一般教會工作人員,如果取其身職的話,只算是個人比較軟弱,不能算是絕對意義上的違規,是不會因此而被驅逐的。 而主教既然在日耳曼的封建聖是個重要人物,可以想象他身邊不會沒有女人的,而且有的還不止一個女人。 那麼他們的繼承權怎麼樣規範呢?野蠻的經常因為有大奶和小米之間的糾紛,引起宮廷政變,像蒙古人的酋長和達達人的酋長一樣, 因為不同女人身下還在搞宮廷政變,使得王國分裂,動亂重新來臨,導致王公貴族必須像小民一樣,希望基督教的道德仲裁和婚姻制度能夠穩定局勢。 而主教自己就是這個樣子,你讓他怎麼來穩定法蘭克諸王國的局勢呢?